欢迎大家能在咱们今天周五的晚上 能守候在咱们幼化的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国画公开的直播间 我是山羊 欢迎欢迎欢迎 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葡萄蜜蜂的画法 也是咱们整幅这一幅作品的画法 那包括叶子啊葡萄以及蜜蜂都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这一幅画面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画 好的晚上好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到今天这一幅画 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用的工具材料 对吧 跟平常的工具材料是不是微微的有一些不一样 平常我们用的是什么 白色的纸对吧 那今天呢大家看一下用的是什么 是一个黄色的这样子是个卡片一样 那今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地方 那今天哪里不一样呢 今天用到的纸呢 是咱们的深圈的卡纸 说是这个深圈的卡纸 它其实把深圈弄成卡纸之后呢 它就没有那么深了 就没有那么沁了 这个呢就是深圈卡纸 大家可以抖一抖给大家听一听声音 是吧 是很厚的这种声音 是不是很厚重很厚实 这种呢就是卡纸 就是画完之后你直接买一个框子 就可以把它装表好 就可以把它挂着了 这是咱们这个卡纸它不一样的地方 你像平常我们画完之后还应该怎么样 还应该拖心或者是拉到装表店去装表一下 但是这个纸就不用 这个纸你直接买一个框框就行 应该说是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 它有一个什么缺点 它的缺点呢就是会贵一些 对不对 价格会贵一些 而且呢 如果我们要在这上面练习的话 还是感觉挺肉痛的 对吧 因为你看你正好一画 画完之后 如果是会画回来 或者重新画呢 如果是宣纸的话 咱们就是吧 不心疼 这个卡纸一画的话呢 就有点心疼 那还是得当一幅作品一样 好好的地画一画 晚上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又画的国画公开课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 我是山阳 好 那我们就继续来讲 今天咱们要用到的材料 第一个不同 就是这用到的纸是生鲜卡纸 它的生鲜的这种沁透性 吸水性 没有生鲜那么的 那么的好 或者是说没有生鲜那么的夸张 它微微的怎么样 收一些 内敛一些 没有那么的吸水 这是卡纸它的一个特征 卡纸它就是有点贵 对吧 很多的卡纸 虽然这就是稍微会有点点贵 我们出作品的时候用 平常练习的时候还是不要用 太贵了 太贵了 好 然后呢 再介绍一下今天的笔 笔的话呢 这里我用到哪里 再跟哪里介绍吧 笔的话 你看有尖豪 然后有大的 有小的 然后还有狼豪 然后呢 还可以用一用羊豪 笔的话都行 狼豪 羊豪 那具体化到哪里的时候呢 我们再具体的再去分析 欢迎在西安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有很多同学是在西安是吗 在长沙向您问好 大家晚上好 好 这是笔 然后颜料呢 就用这一款玛丽的 玛丽的这款颜料被我用的 看这个就是一个经常画画的才应该真实存在的 就是这么比较的 比较的规整 对吧 有没有感觉是不是比较规整 比较的精致 经常画画的同学 就知道是不是 咱们是很规整很精致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颜料 颜料是这款 是18色 18色的这一款 这一款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 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当然同样它还有贵一点的 就是艺术家级别的 当然你还可以用更好一点的颜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平常练习的话 就差不多用这个颜料就可以了 完全够 那没必要用那么好的 也是前期练习呢 我们需要大量的练习 所以呢 追求一个什么 追求一个性价比 长沙热了 凉快了两天 今天又开始变热了 前两天我还在说 哎呀到秋天了 好凉快啊 秋高气爽 又凉快 太阳也不是很辣 不是很毒 非常的舒服 还没过两天 今天就热了 原来确实场上是没有春天跟秋天 只有夏天跟冬天 四季感觉现在不是很分明 一直以来 晚上好 这是颜料 颜料跟大家讲一下 颜料你用完之后 一定要轻轻的两根手指轻轻的拧一下就行 轻轻的拧一下 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的话你往后就拧不开了 这个颜料就会被你拧的 你看这里就会破掉 或者是整个很拧吧 你看尤其是这个 这个就拧的就转起来了 它已经都快破了 看这一只颜料 因为它里面的胶性很足 不管是颜料也好 今天的墨汁是伊德格的这种墨汁 墨汁的胶性也足 所以咱们在拧的时候轻一点拧 有同学会有这样的问题 老师我在生鲜纸上画完之后 那个纸起皱对吧 干了之后这是正常现象 干了之后这里拱起来 那里拱起来 或者很多这种细细小小的这种皱纹 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有盐的地方就有胶性 胶就把这个纸给它缩在一起来 所以它会皱 因为颜料它会有胶性 当然你如果是买一些胶性少的 它就会好一些 或者再买贵一点 它胶性就更少 它就更好 或者是你用 我的这个盐材 是不是谁拿了我的盐材 如果用盐材 用其他的话 它胶性就会更少 它就没有那么皱 好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颜料 如果是零技术的同学 可以敲一个一 因为零技术这些知识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担心 如果大家没有零技术同学 那我这个就可以稍微 快一点带过了 因为每一次上课 基本上都要稍微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这些工具材料 好的 那我就再介绍一下 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调色的 就是用的这个大盘子 平底的大盘子 这里面不是凹进去的 就是平的 比较平的 稍微有一点点边缘 这种大盘子 然后要注意的 就是大盘子 正中间这块圆圈 这块圆的面积里面 要是白色的 为什么 如果不是白色的 那么我调颜料 调进去之后 颜料的颜色 就会和底面的颜色相加 你看到的颜色 就是这两个颜色相加 就不准 所以一定要是白色的 边缘有一点颜色都无所谓 所以可以用橙菜的碟子代替 但是尽量是扁平状的 然后底部是白色的 这是咱们调色的盘子 大一点好 大一点的调得开一些 大家好好学习 然后还会有一个鼻洗 这个鼻洗 也是大家经常 有老同学在的话 就经常是让我抽这个鼻洗 抽给大家的 我都是只有这一个 不抽了 这个鼻洗 这个就是鼻洗 就是临时吸鼻的 我们调完颜料之后 涮一涮赚取其他的颜料 好的 那么工具材料就接受完了 碟子洗得很干净是吧 碟子洗的时候 这里还有点红色 碟子洗的时候可以先泡一下 先泡一下再洗 用手搓 在水里泡一泡 因为颜料有胶 好 以上就是咱们的工具材料的详解 工具材料的介绍 应该没有说详细的 没有发散性的去讲 稍微介绍一下工具材料 那就准时开始 咱们今天的题材 今天就来画这个葡萄 然后呢 以及这个小蜜蜂 讲一讲这一些的画法 首先呢 画葡萄 大家看一下 葡萄有什么颜色的 有紫色的 有偏这种紫红的 也有偏紫蓝的 都行 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调出紫色呢 用蓝色加红色 就可以调出紫色 那今天用哪两种颜色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怎么样调颜色 用哪一个蓝呢 用花青 看一下我们国画的颜料 是不是名字 名称是不是取得很好听 叫花青 不叫蓝 不叫蓝 不叫普蓝 它叫花青 红色呢 属红 不是深红 对不对 咱们这个国画的颜料 叫属红 用这个 花青 加属红呢 就能调出紫色 当然有这些 偏亮一点的 那么呢 偏红一点的 就红色多一些 有东西问 老师 玛丽有现成的紫色 能用吗 尽量是调出来会好一些 调出来之后呢 你的颜色要么偏红一点 要么偏蓝一点 对吧 它就有颜色的偏向 就有趣味性一些 你如果直接用紫色的话 它的颜色就会显得 太纯正了 太 就是没有灵动感 没有趣味性 有这个紫色 你看这个紫色 它全部是每一串 葡萄 每一颗都是一个颜色 你看我这里的颜色 很丰富 很多 一串里面都有偏红一点的 偏蓝一点的 是吧 那这样就会好看一些 有画面又有趣味感 对 有节奏一些 太青蓝 可不可以 用其他的蓝色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 可不可以呢 这里不跟大家说 为什么 因为有不同的紫色 用不同的蓝色 会出现不同的紫色 在这个紫色呢 你喜欢这个紫色 就可以用 所以这里就不说 因为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这里我们也不演示 因为你看蓝色有很多 这里有三青 有头青 有三青 这都是蓝色 有胡蓝 胡蓝 是吧 是这样组的吗 你看还有花青 蓝色非常的多 你用每一种蓝色 和这个鼠红相加 都会得到不同的紫 你用同一种蓝色 跟不同的红 跟大红 跟朱砂 跟鼠红 都会得到不同的紫 所以大家有这个兴趣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试一试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这个紫色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只有你喜欢 有一个什么标准呢 你喜欢就是标准 只有12色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12色还好一些 为什么呢 它能锻炼你的调色能力 你如果颜色一多 就可能就是不想调了 就直接用那个纯色 所以颜色其实越少 它是越好的 为什么越少越好呢 它能锻炼你的色感 你对颜色的这种敏感的程度 你觉得它偏哪个颜色 你就自己可以去尝试 好的 那就正式来画咱们的这个葡萄 然后呢 还可以调一点点什么 还可以调一点点白色进来 当然也可以不调 你调一点白色也行 之前有教过大家不调白色的 那这一次呢 我就来一点点白色 每一种画法呢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种那种调颜色的这种感觉 好 调完了这些之后 还是按照我的来势吧 那我把下面这一幅就拿走了 我们就开始画在这一幅上面了 接着呢 我就在下面调颜色 这样大家能看得清 能看得清吗 能看得清 同学敲一个1 就是整个画面 然后弹幕会有点影响 这个条颜色吗 应该还好吧 再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首先开始画呢 其实可以先不画葡萄 不能转平是吧 对因为这个是正好是手机这种竖屏的 竖屏看就正好 弹幕可以关是吧 那就好 如果是大家想看到下面的调色的 也可以把弹幕关一下 其实我们在画这个葡萄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先画葡萄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幅 我这幅在画的时候 第一个画的东西不是葡萄 葡萄呢 葡萄呢是藏在这个叶子下面的 这样呢它就有前后的空间 有叶子 有葡萄 叶子后面画一些葡萄 它就有前后的空间感 这样也会好一些 舒适一些 就是能有这种空间感 你能在平面的这种画面当中 画出这种立体的感觉来 所以不一定先要画葡萄 可以先画这个叶子 先画叶子怎么画 我们调一点墨色出来 点一下屏幕就消失了 是吧 是吗 是不是左滑右滑 还是怎么地 大家看一下弹幕怎么关 然后可以相互之间交流一下 有弹幕也没关系 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子 叶子的画法 首先呢 拿一只大笔出来 这只大笔呢 可以是煎好笔 也可以是仰好笔 拿一只大一点的笔 然后占湿 润一下笔 接着呢 搓一下这个浓墨 搓一下浓墨 然后调到调色盘里面 你看它就是笔尖是浓墨 整个笔上呢 就由浓墨慢慢的变淡 对吧 笔尖是浓墨 这样调好了之后呢 接着我们测封 来画叶子 测封呢 刮 把笔这样是竖直的 把笔打平 就是测封 测封在这里 刮一笔 带 再刮一笔 这边再 再这样带一下 放松一点 你看这个叶子画的多放松 就有这种 撕出来的感觉都没问题 再带一笔 这边再带一笔小的 大概是带一个这样的五半都行 12345 中间这个大一点 旁边两个它稍微小一点 好 这个叶子呢 就是咱们这个画面当中 颜色最深的了 叶子的颜色也要有深浅 接着我们就可以再画一画叶子 先可以画 把叶子画完 因为可以穿插着葡萄 这样葡萄就有趣味一些 有很多同学就有画的时候 就单独的把葡萄画一场画出来 那样的话就觉得这个葡萄 怎么样很突兀 有没有 这样就有自然的气息一些 藏在这个叶子里面 好接着呢 再加一点水分之后 再笔尖稍微蹭一点 烧生的 就不要这么浓了 好在这边再画一片 这边画一片呢 也是同样的这种画法 当然可以画的稍微的小一点点 没有必要画画刚刚那么大 比刚刚的画小一点点就行 也是大概的是五半 画完这些之后呢 再调淡一点的 然后再在这边画一点 这个呢就是什么 露出来的一点点叶子 应该要有藏露关系 对吧 你的叶子也要有这样的空间充电 好那这个上面呢可以 来一点点叶子的尖尖 就表示它藏了很多 它只露出来一个小尖尖 你看这样有整体露出来的 有被叶子藏一部分的 有被画面切割一部分的 有淡一点的 整个画面 只看这个叶子 它是不是就感觉 不一样 不是一片一片 都摆着给你了 对卡着我们出作品再画 平常练习的话不用卡着 慢一点不着急 没关系 现在正好葡萄熟了是吗 前一阵子还去摘了葡萄 真的是长沙太热了 前一阵子是什么 早上 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吧 就去摘葡萄 然后在那个盆里还是热热的一身的汗 太热了 摘了一两串就出来了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摘 大家也可以多体验一下 不过太热了 大家现在所在地的气温怎么样 温度 但是夏天也是要出一出汗 也是要热一热 这对身体有好处 也是一个排毒嘛 好接着这几个大叶子画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画葡萄了 这几片叶子 当然还有叶子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这一幅 是吧 咱们画的就是这一幅 还有叶子对吧 不着急 先把葡萄画完再去添加 根据画面的整体去添加 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叶子都画完 因为我们还要留一点空间和余地 去怎么样去调整画面 并不一定说是尤其是画写意 并不一定说是一次性就画好 我们还要去调整的 哇那太棒了 那正好就是出门就能摘了 昨天还是前天 周三的时候 周三的时候还回了他们老家 回了他们老家 还去摘了一些枣子 是打了一些枣子 拿一个伞 把那个伞倒着过来 在树下面 然后再拿一个杆子去打 那个枣子也是 也是非常的甜 然后呢 很多红了的枣子都被鸟吃了 都被鸟啄了一些 小鸟还是挺会吃的 以前就是在桃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很多那种桃子嘛 那个红的那一块 红的那一块都被鸟给啄掉了 颜色没调 画面 20来度呢 太舒服了 颜色不着急 还没调颜色呢 颜色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对 越甜的鸟儿越啄 它鸟真的是太聪明了 太会吃了 它轻的它一口都没咬 它就咬那个红的 红的那一部分 它就给它做了 对北方会要舒服一些 它四季分明的地方会舒服一些 尝一下这边是火炉嘛 调一点 好接着我们来调这个颜色 调一点点鼠红 然后呢 不能太红 加一点点花青 对吧 鼠红加花青 调出来 鼠红加花青 调出来之后呢 再加一点点白 再加一点点白 调在里面 好 加完这一点白之后呢 再笔尖蹭一点点这个鼠红 然后再 什么 在平常练习的这个废纸上 按一笔试一试 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看是不是这个颜色 好 这样调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画了 画葡萄呢 就用打括号的形式 左边一笔转一下 右边一笔转一下 把它转的比较圆润 可以再补充一下 没关系 转成这种比较圆润的状态 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再吸收掉 在下面呢 就偏红一点 把水都洗掉 把笔洗掉 白色调一点点熟红 粉一点 对吧 整个笔上先粉一点 好 再用笔尖呢 蹭一点点 这个红 这个颜色就很漂亮了 很粉 也是有深的有浅的 用的是深圈的卡纸 对跟着我学有点感觉那就好 好 那太棒了 就是一定要大家能跟得上 或者是能跟着来 这就是最好的 那就一定要动手 动起手 画起来 不能只看啊 只看说不定你会了 但是呢你手上呢可能不怎么会 要理论结合实践 前面的葡萄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红一点点 颜色浅一点点没关系 红一点点 对吧 后面的葡萄呢 我们颜色怎么样 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 像这个缝当中的 尽量留一点点距离 每一个葡萄 稍微留一点点距离就行 再画葡萄 画葡萄用 画这一幅 画这一幅葡萄 画葡萄的话用尖好笔啊 用羊好笔都行 现在我用的就是一支尖好笔 这是轻椎 这是轻椎 咱们店里的轻椎 对要要经常画 你有一段时间没画呢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什么感觉呢 可能就会有一点手伸 有一点的这种伸疏了 这边再单独的来一颗 来一点点 来一颗稍微深一点的 这个位置 圆圆一点 好接着呢 多调一点点花青 颜色就可以深一点了 也是笔尖的颜色深一点 用笔尖去调 这样的笔尖的颜色 就会稍微的深一些 但是笔肚子的颜色还是浅的 这样的才能画出这种颜色的渐变出来 才有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等会儿 用的是鼠红和花青 也就是红色和蓝色 调的这种紫色 这样随时我们就可以调出偏向来 你觉得偏蓝了 你就多加一点红 那这个颜色就会非常的漂亮 这个缝当中画一画 就显得整个是很硕过累累的感觉 有深的有浅的 这样给它交错着 你不能都只画深的 也不能都只画浅的 一定要交错着来 然后高低错落也是一样的 左边一笔 右边一笔 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的画的时候 不要那么的拘谨 甚至你压到另外一个葡萄上都没关系 咱们这一串葡萄呢就差不多了 接着画另外一串 另外一串呢可以偏 偏紫一点或者是偏蓝一点 也是这一串呢也是只露出来一点点啊 这样把这种遮挡关系画出来 它会非常的好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画的时候一般很少 把它一串一串画全 画全的话就感觉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怎么呢 就是不够 这个空间感不够足不够强 少了一点什么味道 你看这里我就在这个叶子后面画了一些 对 笔尖是深的 所以它就有颜色的这种渐变 好 画完这些之后呢 接着我们就用浓墨 换一只小笔 换一只小厚的笔 用浓墨点它的果旗 因为现在这个底色梅干 就是要趁梅干的时候 用浓墨点 点在哪里呢 点在它和霸对应的地方 这边就偏左一点 这边偏右一点 因为正好霸是从这儿了 现在去点呢 它就正好能和这个底色能融在一起 你如果等它干了再点 它这个黑色就会很突兀 所以点的时机也很重要 就是现在 不能再等了 然后呢 再调一点白色出来 纯白的 这里也有 有的话呢 那就可以正好直接用 那就换一只笔 换一只小厚的笔 要干净 刚刚那只笔呢 刚沾完墨 可能一下子我们还洗不干净 所以呢换一只笔 笔的话呢 大概 每一种的话可以多准备一只 这样会好一些 多准备一到两只 浅色的一个啊 深色的一个是吧 它就不会混在一起 接着呢 就可以点一下高光 这是一种画法 有一些画法呢 它是高光是流出来的 都行 之前教的是流出来的 那这一次呢 跟大家分析的 就是这种点的 点高光要注意啊 都是在同一个方向 比如说你的这个高光是在左上角 那你每一颗葡萄 有高光的这些葡萄 都要是在左上角 你不能一左一右 高光呢就是光的位置 有一些地方 这个你想 有一些地方被那个叶子挡住了 没有光打到上面 那我就不用画 你看这个下面 这里有很多 就是被挡住了的 那我们就不用画 这里露出来 正好被太阳光打上来的 我们就画一下 高光一点 国漆一点 它是不是就有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就这种blingbling的感觉 讲慢一点是吧 好的 就是用纯白白色 但是用白色的点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 白色一定要用的非常的厚重 要不然就会显得很薄 就会点的 点的不这么白 白色你要堆积起来 堆积起来 堆积起来 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葡萄是什么 是一颗颗球形的 圆形的 所以你要顺着它这个球形 点一个小小的这样的 这种扁扁的这种圆形 专门用一支笔来画白色饮料是吗 对可以 这样就不会沾上其他颜料了 是的 白饮料呢 我们可以先放到一边 然后先洗一下这支笔 都要先涮一涮用笔洗 老师直播可以回看吗 可以的 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就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有回放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找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也会有回放 对可以找助理老师看回看 孟孟帮我打一下助理老师的微信号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加一下这位老师的微信 孟孟呢是咱们的老学院了 好我们呢现在就是葡萄画完了 然后呢叶子大致的这个叶子也画了一下 然后呢现在可以干嘛 现在可以勾金了 因为正好这个叶子啊 现在是处于什么 处于一个八九分干的状态 就它还没有全干 它应该是九分干 那这个时候去勾金呢 金的这个线条就会融入在叶子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它会融合在叶子当中 也不会显得突兀 所以时机非常重要 刚刚葡萄的时机呢 也是等了七八分干 再点这个果期 它就融入到果子当中去 现在勾金也是 不要等它全干 好然后呢还是拿出我们这一只小号的煎好饼 用它来勾线 这个深色的叶子 我们勾金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用浓一点的末 我们看一下啊 来一点点浓墨 用这个烧浓的墨汁呢 来勾这一个叶子的金 画糊了是吧 画糊了水分太多了可能 然后呢 韵笔的速度可能太慢了 水分太多了 水分呢还要少一点 微信号没显示呢 嗯 没显示 嗯 你用记号笔手写一个在A4纸上给我 好的 咱们的微微老师已经打出来了 回放的话可以加一下这位老师的微信 右画的拼音R35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咱们弹幕当中就有 对用纸巾吸收一下多出来的水分可以 然后呢还有看一下我吸收水分呢 我是用什么 我是用这一张废纸 平常练习的 你看练习的这种废纸 把它折起来吸收水分 也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如果用纸巾的话 纸巾的吸水性非常的强 那有可能一下子吸收的太多了 所以用这个升旋纸呢就好控制一些 如果是加过咱们的助理老师就不用重复加了 就加一位就可以了 是这个 这是咱们微信的账号 这是拼音加上后面的字母 可以找老师看回放 以及你画的画可以 发给咱们老师 我来给你点评一下 就像刚刚有同学说是画糊了 画糊了 我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水分没有控制好 有可能是速度等等 都会影响 好我们接着就用了它来勾线 就用它来画叶子的金 叶子的金也有讲究 什么呢 由粗到细 比如说主金 看一下盾比 往下面带 这根金是由粗到细的 对吧 这根线条要由粗到细 好小金也是 由粗到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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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根金都要有这样的粗细变化 然后画的时候呢 稍微放松一点 不用太拘谨 速度快一点 你看我的运笔速度是非常快的 运笔的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的放松 由粗到细 由粗到细 主金粗一点 小金细一点 这是它们的粗细变化 而且要顺滑 有同学画叶子勾金的时候 就容易这样 手抖 这种就不行 一定要是让它顺滑 成一个C字型 很顺畅 很快速的一笔带过 千万不能画成S型 就显得软了 对吧 它C型它就显得 线条有弹性一些 色难调水难控是吧 可以把视频 可以拍一个视频 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 我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你到时候需要练什么 每个阶段要练的东西不一样 如果是零基础的话 那第一步练的就是控水控墨 毛毡就得用白色的吗 那都不一定 我的毛毡虽然是白色 但是我平常有时候 在另外一个桌子上的毛毡 它是灰色的 毛毡不一定 想用什么颜色都行 接着来浅一点的墨色 不要刚刚那么深了 再看一下 这个勾筋是不是很放松的线条 不要太拘谨 有时候有一点粗吸变化 有时候又放松一点 这样整个画面 就看起来非常的放松 有这种呼吸感 或者是没有那么的拘谨 这是学到后面的同学 我就会有这样的要求 你学前面 你入门的话 还是要有粗到细 你学到后面的话 那你这个线条 游戏粗啊粗游戏 这都可以 都无所谓了 前面打基础的时候 就踏踏实实的 一点一点的 对不会的话 就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就行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画什么呢 我们可以换一支笔 画一下它的这个质感 换完质感呢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画面 要不要再添加 添加质感呢 也是丰富一下咱们的画面 你看中间这里 是不是空了很大一部分 你看这里空了很多对吧 那这里肯定就要添加质感 添完质感之后 我看还要不要再画叶子 要这样去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画面 添加质感呢 我们就可以换一支笔 换一支狼嚎 然后呢 可以笔上 占浅一点的墨 占浅一点的墨 然后笔尖可以占一点深一点的墨 画一块 就它有深浅的变化 测风 画质感的时候也是要放松一点 这个质感是画的非常的放松的 一定不要拘紧 你看这里 这个质感一带 是不是感觉这里就不空了 能点起来了 对吧 好 质感画完之后呢 怎么发给助理老师 加助理老师的微信就行 加了的话就可以 每一家的同学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又画的拼音R35 如果是已经加了助理老师 就随便发给哪一个助理老师都行 一定要练 一定要画出来 好 接着呢 用这个小一点的笔 占浓墨 来趁这个质感没干 用浓墨点在这个质感上 你看它会浸开 这样是点什么呢 点它的这个枝干上的这一些青苔 或者小的疙瘩 小的绿植 点一下 让画面醒一醒 感觉这种画龙点睛的作用一样 压一压这个画面 点的时候也是35成群 3322 就是不要点的一样的 你看有大的有小的 你看这里有沁在一起 这里有煤沁的 这种水墨感就很放松 很舒适 对 只要加过右画的任何的助理老师都行 不一定非要加我刚刚说的那一个 是大家如果没有加的话 就加刚刚的那一位老师 加任何一位老师都行 好 接着呢 用这个偏浓一点的墨质 来画什么 带一些这样的 上面的一些小的这种藤腕 那它一些藤腕的这种植物 画藤腕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有什么感觉 比如说画完这一根枝干 是吧 藤腕呢 从这边出来 下来再进去 对吧 对吧 它只有一部分在前面 这一部分在哪里 在后面去了 有同学可能画的时候 就不讲究这些细节 直接这样 你这样就是空间错乱 你看上面这个是不是就有空间 绕到后面就被枝干挡住了 绕到前面来 又绕到后面又被枝干挡住 又绕到前面来 我们要用这种画法 对不对 你用这种的话就是乱了 乱透了 感谢某某 所以画这个藤腕也是有讲究的 有同学可能一上来就开始 那这个转圈圈就开始转了 所以画的时候也要放松一点 在放松的同时要怎么样 放松的同时你也要有讲究的东西在 对吧 有空间感了 是不是 那不但叶子和葡萄有空间感 你看连藤腕的这种穿插的方式都有空间感 略微的带一带 有的长有的短 是吧 这样就带出这种节奏感 不要带成都一样的 好画完这些之后呢 基本上看一下 是不是这画面就感觉比较完整了 对吧 整幅画面 葡萄啊 叶子啊 你看整幅画面 而且有树密 你看这边是密集的 然后有深浅 这个叶子深 这个叶子浅 有大小 这个叶子大 这个叶子小 这个叶子更小 那继续怎么样 继续添加一下什么 继续添加一下叶子或者是葡萄 你看要不要添加 你看我们这一幅 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画的一幅 你看它这幅这边就 还密集一些是吧 更加的密集一些 当然你要想画的松一些也行 或者是更密一些也行 主要是把画面的节奏感画出来 要为画面整体去考虑 我觉得这一幅画到这里呢 还可以添加哪里呢 这里可以再添加一两颗葡萄 这里添加一颗 两颗都不用 也不用画太多 这里添加半颗 添完半颗之后呢 然后再看看 这一块地方 这块地方 看要不要再加一点点 现在我们就是考虑 考虑什么 考虑这个画面 好 再添加一颗 添加的这颗呢 颜色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 露出来一小点点 小半个 这里再画一颗 来看一下 这样一画是不是就显得更加的茂密了 这一串葡萄这种硕果 雷雷啊 这种感觉就连上了 对吧 而且这边我没有把整个空间给堵死 这边是有一个大空间的 我没有堵死它 我没有一整颗都画出来 我只露出来一个小半边 它就更有趣味性 不要堵死 一定要画面 一定要什么 透气有节奏 然后顺带着什么 浓墨 把这个裹漆再点一下呗 对不对 点一下裹漆 这样就更透气 这样就更透气 是的 你在填补画面的时候 你要考虑这个透气性 就是节奏感 或者是这种松弛感 画面的松弛感 不要在协议当中不要画得太拘谨 好画完这些之后呢 接着用藤黄加花青 调一点藤黄出来 调出一点枝绿色 用这个枝绿色来画什么呢 画它的这个枝干 就是葡萄的这一串枝干 但是葡萄的枝呢 因为我们画的这个葡萄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是偶尔透露出来了一点枝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隐隐约约的在这个果子当中 穿插一些枝干出来 用藤黄加花青 枝干的用笔呢 要中锋用笔 如果练的话 我看一下大家怎么练 如果要练习的话 中锋行笔 然后呢 前面的枝干呢 会粗一些 这样 一段一段 一节一节 下面的呢 就细一些 然后呢 在这些枝干上 分一些这种小的枝 有的长 有的短 这种葡萄的枝 然后呢 再分一些小的枝 大家看一下 我们吃完的这种葡萄枝干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或者是来一些穿插都行 这个是平常我们练习的话 就这样去练 一定要中锋行笔 对 血液的这种趣味性会足一些 会有意思一些 有一种妙手偶德的这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神来之比 那么一两下非常有趣味 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把趣味性提高 追求的 如果入了门之后 我们可以让画面的趣味性更高 前期可能考虑的不是这一些 好枝干隐隐约约的 隐隐约约的来一些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枝干伸出来 或者有一些露出来一点点都行 不用画太多 你看隐隐约约有一点点 有一点这种感觉在就行 然后包括这边也是 隐隐约约的来一点点 不要画得很明显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吃完了很多颗 对吧 有可能掉了 有可能被鸟吃了 那个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吃完 还深一些 还留一些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画的时候 你看 这里故意只画两颗 或者是故意一小串 只画一点点 这个时候 这也是画面的趣味性 这就是画面的节奏感 就挺好的 是不是 有密的 有稍微密一点 有舒朗的 这就是像音乐的节奏一样 音乐有高低起伏 这种节奏感 咱们绘画当中就通过什么 疏密 然后通过深和浅 通过大和小 通过前后 通过这些对比 来形成我们绘画的节奏 有了绘画的节奏 就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的会画 你的画 整个看上去就会更加的舒适 更加的舒服 好 画到这之后 我们可以加什么 加蝴蝶 加蜜蜂 对吧 加蝴蝶 加蜜蜂 还有什么呢 加一些小虫子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我之前的那一幅 之前的这一幅 是加了一只小蜜蜂 但是这一幅呢 我就想 加完一只小蜜蜂之后呢 我再加一个小的 这样的草虫上去 再加在这个质感上 你看这个位置 是我偶然间流出来的 这个位置呢 就是感觉偶然流的 就是特意安排的一样 它会给我流出一个 画小昆虫的地方 你看这里加一只小虫子 一画 哇 这个画面就更有趣味性了 因为这一块呢 还可以让它有节奏一些 把这两串可以更加连接起来 但虽然这个质感连接了 我再画一只小虫子 它会显得更加有趣味性 而画到这里之后呢 其实这边还可以画一只小蜜蜂 也是增强画面的趣味性 我看一下这个蜜蜂画在哪里 所以每当我们要去创作一幅 或者是画一幅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一想 然后这只蜜蜂呢 是画飞的呢 还是画停住的呢 这个昆虫 这个小虫子呢 是画飞起来的呢 还是画停住的 我们都要去考虑 植物 水果 花卉 最好是加一些蝴蝶或者是蜜蜂 这样的就是让你的画面 会显得更加的有生气 你仅仅是画植物 可能生气还不够 我们把动物一画 它的这种灵动感 就更上一个层次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一只蜜蜂 看一下这只蜜蜂夹在哪儿 然后是加一只胖胖的呢 还是加一只这种 比较这种 马蜂一样的这种形式的 画腾好难是吧 画腾讲究的就是一个快 然后你心里要想好位置和长短 然后再快一点画 线条稍微细一点 一定要放松 就是你要这个我就画长一些 有长的 然后呢来一根短的 来一点穿插 然后再画一些小圈圈 不用画圈 就是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画出什么来 刚刚那个纸呢 画出这种感觉来 这种遮挡感 这个就是画腾 然后呢主要是注意 节奏 你不能都画的一样长 所以要练习什么 练习中锋 练习运笔 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啊 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能画出来 你要有规则 有规律的去练习 也有同学可能很很盲目 就是不知道 老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练 你应该先练什么 刚刚说那个水分 这个葡萄 全部阴在一起的同学 那你就应该先练控水 如果腾慢画的不好的同学 你应该先了解什么 先了解构图 有同学可能有疑问 老师这个腾慢 为什么先了解构图啊 或者是先了解布局啊 或者是先了解章法 为什么画腾慢先要了解这个 腾慢它重点就是在它的布局这 有长有短 有疏有密 有穿插 它重点是这个 腾慢的重点 不是它转了几个圈 不是它这里勾了 那里没勾 你看我这里甚至断开了 你也会觉得 这里有腾慢 这里转了两个圈 这里又打了一个0一样的 这些不是重点 大家不要被这些表面所迷惑 重点就是在这个章法上 重点就是在布局上 布局要什么呢 有长有短 这里两根 这是密 这一根呢 离这么远 是疏 你看这一根跟这一根 是不是离得很远 这两根又离得近一些 这两根还交叉了 这个就是布局 这个就是章法 想要知道哪儿画 在哪儿画 对 就是要知道在哪儿画 是最重要的 画腾慢 不是其他的 你转了几个圈 勾了几片 勾了几个 打了几个转转 不是那个 那个不是重点 所以大家练习的话 要知道我应该 从哪个方向练 我应该首先要解决什么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是看不准的话 你就可以把作品 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 我来帮你看 看你接下来需要练什么 老师我画葡萄 葡萄糊成一片 是因为颜色一样糊成一片 调色不对 对 也有这个原因 你看我的这个葡萄 是不是每一个葡萄 相邻的 颜色都不一样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葡萄 这是浅的对吧 浅的 旁边隔的是什么 深的 这个浅的旁边隔的是什么 深的 深的旁边是什么 浅的 这个深一点的旁边是什么 更深的 深的 浅的 浅的 深的 深的 更深的 浅一点 又浅一点 又深一点 永远都有深浅的变化 好 如果说是深浅 这里等你看 这两个葡萄 这三个葡萄 深浅是不是一样的 大家能感受到吗 能感受到瞧一个E 就是跟大家分析 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这些知识的话 你很难画出漂亮的画面 你有可能是照抄 你抄老师的视频 抄某一位画家的图片 但你不理解背后的原因 我来分析 大家看一下 跟着我一起来 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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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颜色的深浅 是不是一样的 能感受到差不多一样的话 就敲一个E 一定要大家一起来 要带入进来 一定要感受得到 我们要画出来 这些理论 它存在的前提是什么 你能感受得到 你如果不能感受到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理论 就 是不是 你就不会理解 因为你自己都感受不出来 所以我们还慢慢的 要锻炼自己的感受能力 这三颗的深浅 是不是差不多 我通过什么样去区分 通过颜色的变化 是不是 你看 这里就不通过深浅了 因为这一块都是深的 那我就通过什么 通过颜色的变化 你看这边偏红一些 这边偏蓝一些 这个又偏蓝一些 都是这三个蓝一点的葡萄 围绕着这一个红一点的葡萄 是不是 就很有变化了 这个红葡萄的周围 都是偏蓝的 它都有一点区分 这个蓝的 你看又偏红的 这边偏红的 这边是浅的 你看这个 它又区分开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节奏感 对 就是调色 调色的深浅 调色的颜色的偏向 都有关系 然后还有这种前后的遮挡 这个在前面 后面就只画一部分 不用画全了 综合在一起 不能只是说某一种 不能只是说深浅 不能只是说颜色 色相 也不能只是说完整和不完整 都要融合起来 是花青 我今天用的是花青加鼠红 其他的蓝 其他的红也可以 大家都去做尝试 好 我画的 有同学说 我画的葡萄的颜色 不透亮应该怎么办 不透亮的话 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没有这样的深浅变化 就是你一笔没有画出来 你看我前面这边 这一半部分是深的 这一半部分是浅的 这里的是深一点 这里是浅一点 每一颗葡萄 它都有微微的颜色变化的 看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 这里有深的 这里有浅的 这里深的 这里浅的 一颗葡萄 它都有微微的深浅变化 深的这一边 点一个高光 它会更亮 浅的这边暗一笔 裹齐 深测 这样它就有深浅的冲突 有冲突就会显得 这个葡萄晶莹剔透 所以你的葡萄为什么不透亮 小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还可以 你把你的作品发给咱们 朱老师我具体还可以 再看一下 再分析一下 因为我是单纯的 从你这一句话当中去分析 当然会影响 有很多因素影响 具体的问题 还是要去具体分析 每一个人的这种 画法 或者是颜色的深浅 调的这种感觉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看到具体的情况 才能分析的对 要对症去解决 对症下药 老师为什么藤腕不用绿色呢 这里我们吃干用了绿色 藤腕就不用绿色 而且藤腕一般用墨色来表示 很少有藤腕用绿色的 很少有藤腕用绿色的 墨色它在颜色当中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强一眼 它会往背景上去靠 藤腕是不是一个足体物 或者是是不是我们要特意去表达的 它很显然它不是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 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起到一个丰富画面的作用 它的作用可能是点缀 所以我们不需要它很跳 让它往后推 往后推 往后推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藤腕都是用墨色 它往后推 往后推 你用绿色它就看见很大眼了 非常棒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疑惑和问题 我们就一起来解决 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背后的原因 我们往后就知道 今天这个藤腕 我知道用墨色 那画其他的植物 有画藤腕的时候 画紫藤花的时候 画藤腕的时候 那是不是 我也知道要用墨了 对吧 我不能喧兵夺主 不能抢了主体物 好 这个理解了吧 好 那我们就接着画 接着我们就画一只小蜜蜂 然后再外加一只小昆虫 小昆虫就画在这 小昆虫都画 画一只黑色 等会画是天牛吧 画在这里 画天牛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 我等会要画蜜蜂 是吧 蜜蜂呢 来说它应该是个比较跳的 而且呢 在这个没有遮挡的任何的地方 如果我这里还画一只 比较跳的昆虫的话 那就 影响我的视线了 我就画这个画面 这里也看 那里也看 这里也看 你这里也是一个点 那里也是一个点 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整个画面的节奏感就打乱了 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这种音乐 就会显得画面散乱 所以这也是衬托 这个昆虫就肯定不是主体的昆虫 好我们就接着来画小蜜蜂 小蜜蜂的话要把那个笔先洗干净 摆着小笔 感谢 谢谢大家的认可 因为我觉得好的这种教程 或者是教学 应该是分析背后的原因 教大家如何画 教大家如何画后面的原因 而不是给大家示范 或者是浅浅的教大家 你不知道背后的原因的话 你往后还是不能做到举一反三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能做到举一反三 如果是你照抄的话 有那种视频 或者是不讲解 没有分析背后的原因的话 那个就很容易导致你抄 或者是导致你入门 入的可能不太准确 不太精准 到时候你换一个思路 你就画不出来了 所以希望大家是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遇到大家也是我们幼化的幸运 有的人说遇到幼化非常的幸运 我们幼化呢也希望能教好大家 把知识完整的分析给大家 教大家背后的原因 所以呢就跟这八年来 我们幼化已经八年了 就跟很多同学都是朋友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相互的这样的成长 相互的分享 今天讲的知识点很多是吧 大家可以把小本本记下来 这知识点要消化 一定要去画 纸上得来终绝浅 是吧 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去画 因为我们脑子理解了之后 它可能会下意识的忘掉 或者是埋藏 我们还要把它融入在这个画面当中 这样对知识点的理解就会更深更透 谢谢大家的认可 有朋友说老师讲的很仔细 感谢大家 因为我深深的知道 大家会遇到哪一些问题 我也是从零技术开始的 我觉得从零技术开始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迷茫 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练起 也看过很多教程 也学过很多 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练 就刚开始先练什么 先练什么 后练什么 然后我的画面出现的哪一些问题 刚开始就是自己意识不到 所以我也知道大家的苦恼 我也知道零技术同学 或者自学的同学的这样的苦恼 所以我希望大家该怎么练这个知识 或者往后怎么学都跟大家分析 这样就让大家不迷茫 有一个练习的方向和朝向 这个是褶石 对 先用褶石来画 它的蜜蜂的身体 这个蜜蜂画的靠哪里呢 画的可以靠在这靠近一点 好 大家看得起 我把摄像头拉近一点好不好 画这种小细节的时候 拉近一下摄像头看一下细节 好 现在这个蜜蜂画很正常 现在在画蜜蜂 画这只小蜜蜂 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国画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 我是山羊 然后今天咱们画的是写意 用的纸是生鲜的卡纸 今天画的是葡萄 葡萄蜜蜂 这只小蜜蜂我想画的胖胖一点 跟今天的密封不一样 中间呢 我就用墨色 画一画它的这种感觉像围巾一样 然后呢 翅膀可以画一下 翅膀在快速的这样飞动 然后呢 用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可以稍微的点一下 身上尾巴这一块来一点这样的花纹 画两只小角 还有两只大一点的这个角 小蜜蜂一般它会把自己的脚上我可以再画一坨 画一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蜂蜜 它一般会粘在这个脚上 粘两坨蜂蜜 粘得鼓鼓的 它刚吃完蜂蜜 这个脚上也会粘一点点 小蜜蜂它是怎么呢 它就是出去外面在花丛当中飞一飞 用身上去蹭一蹭 蹭一蹭各种花粉 蹭完之后呢 就用腿刮一刮 搓成一个球 搓成一个球 然后啪一下子 给它打在自己的这个腿上 大腿上 每个腿上粘得鼓鼓的 粘得鼓鼓的之后呢 然后在身上再蹭一些 然后就回家 回家细货 接着 对 蜜蜂的话就属于难度稍微高一点的了 对 这个故事都出来了 是的 那肯定 是不是 它的我们画画就是画它的趣味 就画它的这种 我们画是画各种生物的一种生活状态 是画一种状态 自然界当中精气神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不像画镜物是吧 镜物呢它就没有这种生动的表达 或者是这种语言 我们画的是动物 写的是这种情感的表达 上面呢再画一只小的这样的天牛 不要抢这个主体了 不要抢这个密封了 所以画一个黑色的小昆虫 好 这是这个头部 头部 然后呢再画一下它的这个储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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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还可以画一个折时的这样的一个复部 稍微区分一下 有一部分可能被挡住了 画的很开心是吧 画画就是这样 要开心的画 就是画你想表达的 就是我们去感受这种里面的氛围 画有时候画下雨的时候对吧 画雨景 哎 雨景好像没给大家画过吧 画雨景打在那个叶子啊 打在花上呀 还有的山水呢 还有的山水呢 就是画的那个放牛啊 那帽子被雨吹翻了呀 所以我们画画就是要画这种生活的状态啊 或者是趣味性 要不然就不叫艺术了 是不是 那就不是画画了 那是机械生产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融入这种情感进去 我们要在画的时候融入情感进去 要画你想表达的 这样才有意思 才有趣味 没见过画雨景是吧 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画一画 这个是生鲜的卡纸 我们店里也有买 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或者是加一下这位助理老师 这是助理老师的微信 是的 大家晚上好 我是山羊 欢迎大家来到幼画教育的国画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 我是山羊 画完了吗 还没有 画到这里之后呢 还没有画完 还有哪一些节奏 我们的国画呢 它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一门艺术 不单单是画 还会有什么呢 还会有提款 对不对 提款之后呢 还会有什么 还要前印 也就是盖印章 所以它这些全部才组成我们的一幅国画 所以不单单只是说画 这些呢 也占很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现在看的全吗 我要拉高一点吗 看的全是吧 好的 好 画到这之后呢 接着我们看怎么去提款 提款呢 有穷款 短款和长款 穷款是什么呢 就是只提一个名字 就是这是谁画的 比如说这是山羊 就写一个山羊 这个呢 就叫穷款 就是只提一个名字 短款呢 可能就是会包含一些时间 地点 就包含这一些 比如说某某年 是吧 二三年 二三年 九月一日 山羊 画鱼 又画 或者是二三年 九月一日 山羊 坐鱼又画 这个呢 就是短款 就交代一下 时间 地点 人物 或者是题目 这一幅画 叫什么 硕果累累 或者你给这一幅画 取一个名字 把名字一写 然后呢 再写一写 这个短款 交代一下 这个呢就是短款 长款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到这一幅画面之后 你想到了哪一首诗 你甚至可以把这首诗写上来 或者是你自己写一首诗 或者写两句话 也非常棒 那个呢就是长款 就是文字比较多的 所以咱们古画就是诗书画印象结合 一般来说呢 像这种写一的话 这种小尺幅的话 我们只要来一个穷款 就只要写一个名字 就够了 然后写名字提款的时候 要看一下提在哪 你看整幅画面是非常有节奏感的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弧形一大 像一个小拱桥一样 有明显一点的 有这种隐藏在后面的小动物 还要你去探索 是吧 这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你这幅画面你可以去探索 甚至有时候画工笔的时候 还会画一两只小蚂蚁 然后画一只鸟 在盯着这个蚂蚁 或者是小蜘蛛 这个在画面当中 就会隐藏很多这种彩蛋一样 唱歌不知道 到时候毕业典礼的话 给大家唱歌吧 好不好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是 我们是有课程的 我们是有正在上课的 咱们幼画已经做了八年的线上教育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搜一搜幼画 可以看到我们八年前上传的视频 当时开设的第一门是采迁 有一个很火的 那个苹果的教学视频 采迁的 大家搜一下 已经八年了 所以国画 现在是已经到了 14期 快开课了 13期已经学完了 等13期 毕业的时候 毕业典礼 再给大家唱歌 好不好 我还是想先练一练 稍微的练一下 要不然等我一唱歌 大家再见 山洋老师再见 对吧 还是不太好 等会耳朵都要炸掉了 给我一点点时间 到时候练两首练两首 再给大家 到时候13期 我们国画已经13期 已经画完了 13期毕业典礼的时候 再给大家来一首 到时候呢 我会 到时候把唱歌的那部分 让咱们的老师剪掉 就是如果是来直播的话 来看直播的话 那你可能就听得到 看回放的话 那就把它剪掉 唱歌的部分 还是不要留着 那也正是因为 咱们13期呢 结束了 所以呢 最近就有时间 给大家做一做像 今天的这种公开的这种教程 公开这种直播 那到时候马上是四期要开班了 到时候可能就是 没有时间给大家上这个公开课 等班级结束之后 有时间的话 再 会做一些这种公开的 那如果想看的话 想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公开课的话 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 助理老师 当然有任何一个助理老师都行 并不一定每一位助理老师都要加 加其中的一位就行 没有加过的同学 可以加这个微信 好 如果还有想学国话的同学 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 多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不管是今天的视频 往常的视频 也都可以看一看 还可以在网上多做一下对比 跟其他的一些教程做一做对比 不着急 找到自己的喜欢的老师 跟着课程学 跟着课程话就行 一定要找到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兴趣是提示产力 如果你连不喜欢 那你可能听着课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对不对 然后画着画着就不想画了 盛阳老师画的自己学了画一下 浅降山水也很喜欢 是吧 非常棒 我们也有山水的课程 当然大家如果是在诱会化 在我们这里学习 我也是非常开心和荣幸的 因为这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题款 我们提款的话 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呢 我们现在这一幅画的是写意画 所以我们提款 提的字体 就不能用很正的字体 或者是写出来一笔一画 不要用那种 要用什么呢 可以用行书或者是行凯都行 就是不一定说是非得用转书 那种就是不符合整个画面 提款也是要根据画面的这种松紧节奏来变化 这里大家能明白不 能明白不 能理解吗 就是我的提款 一定要跟着画面的节奏 我画面画的是公笔画 我的提款 我的提款就可以提转书 就是提的字也工整一些 提正凯可以 我这个是协议很放松的 很松动的 那我就用行草 用行凯 用行书都行 就不要那么的规整 那反而不好 反而跟画面的这种感觉像冲突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画一幅画 要讲究的地方非常多 对吧 你看果画的这个知识 它是非常多的 那今天这个呢 就仅仅只是说针对于这个葡萄 针对这一幅的知识 你看还有很多其他的知识 而且这些知识呢 都是具有系统性的 由易到难 你如果由难到易 你可能还学不会 会学乱 甚至可能这个兴趣都坚持不下去 包括你像点这个果旗的节奏感 也要很准 就什么时候点果旗 等这个底色七八分 叶子呢 等底色也是七八分 不能等它干 要融合进去 点高光要等干 要浓一点的白 所以恰当的时间下笔 也是很重要 这个国画 因为国画它的难度很大 国画呢 它什么难度呢 它是一个毛 用笔毛去做画 笔毛呢 是360度都能转 360度你都能画 而且呢它有水分 水分的话 任何时间 任何的水分 画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很多东西要我们去尝试去掌控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提款提在哪里 提款包括前印 我们提款可以提在这个位置 可以隐藏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看可以提在这 有一些提款呢是藏款 是不是很有意思 有一些提款它是藏在画面当中的 比如说藏在这个叶子当中 藏在或者是山水或者山水当中 藏在某一个山当中 某一个水当中 你也可以写在这个叶子的边边上 顺着这个叶子边写 写在这个里面也行 或者写在这 这个呢就叫藏款 是非常有趣味性的 我们这幅的趣味性也很足 好 我们看一下提款提在哪 提款的位置也要考虑 这个呢就是章法 密封在这 我尽量不要跟密封在一条线上 稍微来一点高低 在一条线上呢可能不太好看 所以在这 我稍微的高一点 高一点点 然后呢可以藏 藏起来一部分 看这里是不是今天又有一个提款的新知识 不单单是说要跟整个画面的风格相接近 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可以藏起来 有跟画面 跟这个叶子有一个互动 你看 这个山子左边 这个角角 就藏到叶子后面了 这个羊子的这个左边的左上角的点 是不是也藏到叶子后面了 对不对 这就是提款还能跟画面互动 有一些话提款还和动物有互动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国画里面的趣味性是非常浓的 大家想学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不用觉得国画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一个门类 国画它里面很多很多趣味性 而且表达的情感非常的充盈 右下这里是吧 右下这里也可以也没问题 然后前映的时候下面尽量垫两张纸 这样它吸收印尼就会更加的充分一些 可以止写葡萄吗 一般来说是写作者的名字 一般是这样的 正式一点或者正规一点是这样 当然你自己要是画着自己 给自己欣赏或者自己玩 那提款就随意一点 你写一个波涛也没关系 当然好 我们这一幅就完成了 你看这个有两个小动物 我觉得安排是非常棒的 比我之前画的这一幅 我觉得要好一些 整个画面的趣味性要好一些 而且更生动一些 这是之前画的 然后这一幅是不是更有意思一些 对吧 整个画面更饱满一些 然后节奏感更强 而且它的趣味性会更浓一些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在画的时候 多去考虑一下 把这种趣味性加进去 所以这个古画它不单单是说 老师提款能用英文或者拼音吗 好像没有见过用英文或者是拼音的 你要这样一问 确实 也有很多国外的同学 你像咱们班级里面有很多国外的同学 他有可能就是上不了直播课 但是呢 他是看回放的 所以咱们也是很方便 每一集课都会有回放 有非常多国外的同学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画 我们应该是学院应该是全球 全球各地都有 对今天画起来更好玩一些 是的 这个印章多大是吧 这个印章的话应该是1.2厘米左右 印章的章子不用太大 太大了的话会写 因为一般印章是跟字的大小 提款的字的大小差不多 或者是比提款的字要小一些 我们提款一般是不是 大概是1厘米左右的字 所以印章应该是在1厘米左右就行 1.2厘米也行 或者是1厘米也行 稍微小一点点 KK老师都提啥款 提啥款 都提吧 我们国话都提 然后一般是 一般不用英文或者是拼音 一般是写字 国话嘛 当然你要用英文 像刚刚有同学说 能不能提一个葡萄 其实也行 你要自己就是画着自己玩嘛 那也行 那没问题的 好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最后我来再掐一个饭 咱们的14期马上就要开班了 应该是这个月还是下一个月 这个月吧 如果是想跟着我一起学国话的话 或者是想跟着我们系统的来学国话的话 就可以加咱们的助理老师的微信 或者是联系我们的优化教育的公众号 或者是优化的 或者加这位助理老师的微信 那大家会跟着我一起来通过两个多月的系统学习 能画出自己想要的题材 这个系统的学习呢 就是真正的从零开始 从哪一些开始呢 就是从化财的认识 化财的特性 从这一些开始 就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 那个就真的是从零技术开始 而且是很正规很系统的学习 就不会踏错 不会走错 慢慢的一点一点来的 教大家如何去选材料 然后如何的控水控墨 然后如何的控速度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会解决掉这一些英开的问题 然后会解决掉这一些章法布局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会给大家解决掉 这是我们最后掐个范 因为我们也是有课程的 当然大家可以在网上多多的做对比 能选择我们呢 我们也会更加的开心 因为被大家认同了嘛 系统课和公开课的区别大吗 系统课的话 它的知识点是非常的正式一些 或者是系统一些 它是由易到难的 你像今天咱们这节课 今天这节课是围绕着葡萄来讲知识的 是吧 前面是稍微介绍了一下材料 但是系统课的话 我前面会每一个材料怎么样去用 这一点会跟大家分析 你看笔锋有长的有短的 有大的有小的 有硬的有软的 这一些画出来什么效果 就这是咱们系统去分析的 就学完系统之后 你能举一反三 往后你能看到你能自己临摹 自己创作出来 而可能这一些课呢 大家可能就是照着画 或者是微微做一点点 举一反三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自己创作的话是不行 咱们系统课学完之后 你就能自己创作 甚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诱惠的学员 只要他们愿意 有时候一毕业 他就能自己代班 自己画画卖钱 因为他懂得如何去画一张画 懂得如何去处理各种关系 各种矛盾 各种的疏密对比冲突 丙夕可以画古货吗 丙夕不可以 对 公开课呢 咱们就是这一幅 因为公开课你看 只有大概是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如果我这几课只讲分析毛笔的话 大家肯定就听不下去 对吧 所以公开课是围绕今天这幅画去做分析 公开课和系统课都是同样的交知识点 每个知识点我都希望大家能学会 都希望大家能举一反三 都希望分析的很透 但是公开课是围绕着这幅画的知识点 系统课是围绕着国画体系的知识点 由一到南 然后再教导大家怎么样去创作 教会大家清晰的绘画逻辑和思维 这就是区别 对全课班的话是一年 全课班的话可以报一年 可以报两年都行 就是这一年开设的所有的国画课程 你都可以学 这个就是全课班 这个就是研修班 然后还会有单期单期的 比如说十四期协议 下一次就是开十四期协议 你想想我们公开课知识点都分析的这么详细 包括知识点这么多 教大家举一反三 你想系统课是不是教的会更加的详细一些 或者是讲的或者是分析的流程顺序更畅一些 而且把一些 因为今天这一课实在是时间少 前面很多知识点 你比如说前面要了解的笔 详细的介绍 然后包括控水控墨控速 这一些的介绍 然后包括运笔 中锋侧锋逆锋 你看枝杆中锋侧锋 这是中锋运笔 有中锋侧锋逆锋 顺锋散锋 藏锋路锋 你看八个至少有八九个运笔 今天只是这一个围绕着这一幅画面 当然涉及到的知识都会讲 但还有很多功能还没有涉及到的 好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感谢大家也让我掐掐饭 因为这也是一个相互的这样的认同 我觉得相互对大家的一个信任 大家只有信任我们才会在我们这里学习 我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信任 对 课程的详细咨询的话 可以咨询咱们的助理老师 好的 那咱们今天这一节直播课呢 就到这结束了 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 不管是咱们系统班也好 工具材料也好 包括你画完画 想要点评 或者想要我来分析 或者是对未来做一个指导 或者是练习做一个指导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 诱化的拼音R35 当然你加了其他的助理老师 那就没问题了 只要加一位助理老师就可以 好的 大家晚安 早点休息 那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拜拜 大家早点休息 晚安 那我下播了 大家加油 抓紧时间画 画完然后给我看 我来给大家指导一下 再见 再见 拜拜拜拜